第113章 肠子都毁清了 这帮混蛋到底发什么疯啊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陈金掀开了被子 猛的坐了起来 双眼通红的叫道 好不容易睡着了 本打算睡一个回龙觉 结果鸡飞狗跳孩子哭 大人笑的呀 这一觉啊 还怎么睡呀 陈金一摸身边 空了 一看 老婆早已不在了 依稀听到外面 她老婆和别人说话的声音 这一大早上的 她跟谁出去凑热闹呢 陈金不满的嘀咕着 陈金听着外面兴奋的叫声 也耐不住心中的好奇 穿鞋下地出去看情况 东北农村的院子里很宽敞 墙一般都不高 也就一米多点 所以陈金站在院子里 就能看到外面路上的情况 只见一群人一个个笑容满面 跟中了彩票大奖似的 陈金啊 你昨天咋没上山呢 你没上山 那可吃大亏了 一名女子大笑道 我没笑出来啊 不就少撕点腊八粥吗 就算好撕的又能咋的 想想嘴巴 凑凑屁股 有啥了不起的 陈金说话的时候已经有点酸了 一个人说山上的腊八粥好喝 两个人也说他心中已经不那么坚定了 但是当所有人都说腊八粥好喝的时候 他已经彻底的信了 只是死鸭子嘴硬而已 摸不开面子承认 哎呀 还真不是香香嘴那么回事 还是臭臭屁那么简单 我告诉你 我的老寒腿都好了 哎呀 就是这么逮劲儿 那女子兴奋的踢着腿 叫道 扯淡 喝个粥 还能致病呢 陈金根本就不信 出了院子 就看到谭勇等人也都凑了过来 一见面 谭勇就问 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觉特别的呀 有啊 我的老寒腿好了 那我的监督员也好了 也不疼了 哎呀 我肺感觉酥脏了 也不咳住了 哎呀 腰不疼 嘴不酸了 帮我的外孙儿都有劲儿呢 一鸣满头白发的老婆婆哈哈大笑道 众人也是跟着笑 这时候宋二狗也来了 大老远的就叫道 嗨 还以为只有我得了好处呢 原来大家都有好处啊 真神奇呀 这喇叭招喝得好啊 哈哈哈哈 谭勇 你呢 你咋样啊 谭勇老脸一红 道 那个也有好处 但是你们就别问了 哎 不会那个啥毛病吧 啊 宋二狗用一副大家都懂的眼神看着谭勇 谭勇顿时火了 啥啥啥呀 我我治疮好了 行了吧 真是的 十人九治 别告诉我你们没感觉 哈哈哈哈 还真是啊 我的也好了 宋二狗黑黑笑道 其他人也是跟着笑了 显然大家都被治好了 看到这一幕 陈金忽然发现 他似乎真的错过了什么 就在这时 谭举国和王又贵来了 陈金立刻叫道 村长啊 书记啊 你们可算来了 这些家伙啊 大早上就在这儿恶心我呀 还说什么喝粥自病 一个饿的 摆明了就是丧量好的来忽悠我吗 这事您得给我评评理呀 王又贵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哎呀 陈金啊 这事啊还真不好说 也许是腊八粥的效果 也许不是 不管怎么样啊 大家身上许多顽疾 许多顽疾确实都好了 有病治病 没病的健身 你看看你谭叔 走路啊 那都比我快多了 谭举国笑道 哈哈哈哈 陈金啊 早就跟你说了 跟我们上山 你不听 哎呀 你错过了 陈金不信别人的话 但是谭举国的话 他信 谭举国这一辈子就没撒过谎 想到此 陈金傻眼了 一碗腊八粥 竟然还有如此的效果 这可能吗 没等陈金反应过来 陈金的老婆苏洪急了 啪的一下子 就给陈金脑门子上一巴掌 道 你呀 你呀 鬼迷心窍 我让你上山 你不去 我上山你也不让 你说说你 不说你了 说完 苏洪就走了 陈金赶紧问道 哎哎哎 你干嘛去啊 哼 我上山 我看看方正还有没有喇叭粥了 不行 我必须得喝一口 否则我不甘心哪 苏洪说着话已经加快了脚步了 陈金见词气得大叫道 你 你给我回来 去怎么去啊 昨天不去 今天咋还有脸去的 陈金啊 你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不过今天上山真的就没戏了 方正说了 腊八粥只放一天 第二天一律不提供 那小子佛法没学多少 但是一直禅师那倔脾气和学了八成啊 说不给就不给 规矩就是规矩 你们上去也没用 王又贵道 陈金苦笑道 哼 是 是 是 我知道 不过我总得让苏洪回来吧 说完 陈金就追了上去 而此时此刻 方正将寺院打扫干净 然后在山头上转悠着 他也该考虑一下寺院规划的问题了 一只山虽然陡峭 但是山顶空间不小 具体多大 方正也没个树 不过这里真的很大 一只山前半截都是平坦的平地 这里只有草地 小树 还有寺院 再往后那就是一个如同人指甲般凹起的山峰 那里树高林密 松树一根根笔枝 宛若一把把长枪 如今落了雪 雪白一片 但是树林中却是一片乌黑 那里方正除了能捡柴鹤呀 平时是不去的 看着这片空间 方正摸着下巴头 嗯 也不知道白云寺有多大 我这山顶上建造一座大寺院应该不成问题吧 嗯 就差钱了 嗯 就差钱了 只要钱够 吃得了辛苦 一切都不是问题 我身上的钱虽然不少 但也不够花呀 方正摇了摇头 带着毒栏和松鼠绕了一圈 回到了寺院 结果门口就看到有人在那等着 走进去一看 方正笑了 阿弥陀佛 两位施主 你们坐在门口干什么 烧香去佛堂就行了 哎 方正 你可回来了 婶子问你 你还有粥吗 苏洪一看到方正立刻来了精神 不管陈金怎样的拉扯 连忙的问道 方正愕然 看看苏洪 再看看一脸通红 低着头不吭声的陈金 苦笑道 两位施主 贫僧的腊八粥昨天已经发完了 一点都没有了吗 苏洪不死心 方正心头苦笑 有 他倒是想有啊 问题是系统一厘米都没给他剩下呀 于是方正道 真没有了 两位想喝的话只能赶明年了 两位昨日为什么没有来呢 苏洪正要说什么 陈金呼的一声起身 一把拉住了苏洪道 哎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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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你不给啊 你别死急赖脸的 要什么要啊 走 丢人呐 本集播讲完毕 在这边 走 来 有煞熟呢 把 woo 可以啊 走 我们快到了